好我们谢谢婉玲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形 那么带您关心欧美战性的问题 再加上美国经济复苏的力道薄弱 让美股崩盘也造成全球是一片股灾 台股礼拜五开盘更是跳空 重挫了466点 收盘大跌了464点 收在7853点 一天之内市值就蒸发了1.24兆 台北股市今天一片惨绿 一开盘就跳空重挫400多点 超过600档的股票跌停开出 直到最后收盘仍然无力回天 收在7853点 大跌464点 不但8000点大关宣告失守 单日跌幅超过5% 台股市值更是蒸发了1.24兆 一开盘我们都下到都是跌停板 昨天整个人今天都大跌 创下了金融海啸以来 单日最大的跌幅 而三大法人卖超更是超过了202亿 其中外资就一口气大卖156亿 因为不仅台股重挫 全球都发生股灾 债的延烧可能延伤到意大利跟西班牙 包含了像美股的部分 可能也面临到这个 所谓景气上面的疑虑 周四美股率先崩盘 到整个月指数收盘暴跌513点 把今年的涨幅一口气都吐出来 也让亚洲股市受到冲击 但是台股今天跌幅过大 也让人担心 国安基金到底会不会进场护盘 我们不能说不符合条件也要进场 或者符合条件以后 有带舵职务这样都不讨 所以符合条件的话 我们会去看整体的状况 波台股这一周下来 恐怕已经拉出一根超过600点的黑棒 创下金融海啸以来 单周跌点最大的记录 分析师也提醒民众 小心卖鸦会持续出楼 最好还是先行观望 期待会计划顶 相当来 会计划顶行 相当来